害人出车祸 千万别兆逃 在台中有这个负面的案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子 她骑车要横跃马路 违法横跃之后 有人要闪躲她 来不及竟然累残 还起了火花了 还好当事人很小心 因此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这个妇人看到自己害人车祸了 竟然还一走了之 工厂下班 一群员工骑车想横跨马路 有人等不及已经逆向行驶 就在红衣妇人想冲过马路时 一部机车为了闪她 龙头一歪 勒残 擦出一道长长的火花 机车骑士摔出去 妇人和这群违规的员工 却像看热闹一样 没有吓死救人 还好机车骑士反应快 护住头部站起来 但是弯腰 脚似乎很痛 妇人回头看了一眼 就违规横跃马路离开 受伤骑士越想越不对劲 报警抓害她摔车的妇人 她与这个事故发生 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说我们还是 依照肇事逃逸案件 盘送法办 机车骑士摔车 在妇人眼前摔出了 一道长长的火花 妇人还无动于衷 没有救人就骑走 她被传唤到案的时候 自以为没有错 虽然是没有撞到人 却因为违规 害人摔车 被警方依肇事逃逸送办 记者 萧玉叶台中报道